12月7日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表示 內地專家認為香港已具備通關條件 香港何時能與內地通關 最終要看中央的決定 特區政府各相關部門會協助編程有需要通關的優先群組 在小範圍通關開啟後 順利前往內地 從今天開始 我們就會由相關的局長 去接觸一些過往已經是屬於一些潰面組別 換句話說 他們已經是被我們認定了 他們是有一定的經濟 業務 商務 工務的需要 是要進入內地 等到有配額之後 這個組群的經濟需要的人士是會有一個優先的處理 林鄭月娥表示 特區政府也會爭取開放部分配額 給其他有需要人士 她強調 特區政府各部門正為通關展開一系列籌備工作 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也正在評估 是否需要重開更多陸陸口案 以應付通關人流 現在正是由保安局做這個評估 如果每天的人的流量去到這樣的數字 我可能要開第二個 去到這樣的數字 我們可能就要開第三個 但目前都是以綠路口案為先 換句話說 暫時這個評估並不適用於港深港高鐵 或者是紅磡直通車 或者是港澳碼頭 機場當然每天都在運作中 但是相信最初有這個通關安排 都是以綠路的跨境為主的 除了開放口案或者增加口案的通關能力 林鄭月娥認為 口案開放時間也很重要 他表示目前深圳灣口案開放時間是由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 但若兩地順利通關 兩地人員有一定配額的往來 口案應有早上八點開放 方便擁有配額人士忌日來回 好ores Oswald火 好會 在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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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